那今天要來教的是這個 霓虹燈的效果 記得如果你有什麼建議我種類的教學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可以盡量講細節一點 像貼圖啊要動畫啊 那你可能比較希望學會哪一些部分 前期在整理的時候會比較知道 我要去整理什麼樣子的內容給你們 OK 歡迎收看 背舞系列 3D製作 教學影片 我是洪志 在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幫我按鍵訂閱一下分享 那廢話不多說 進入我們的Blender OK 一樣打開我們的General 三光所有東西 好 Shift A 然後我們先新增一個Text OK 然後我們R 開始先轉正它 好那我們點進去 我們來看到這裡有一個 Object Data Properties 這是屬於字的這個物件才會有的那個選項 好OK 那我們點進來 我們先把它整理讓它這個在中心點 那在這裡 Adgruntal這個 這個定位這裡我們把它選Center 好 選Center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字改成 隨便改成你想要的都可以 那我們就用 Subscribe Subscribe 需要一個訂閱啦 訂閱應該是這樣子Pin沒有錯啦 Subscribe 好OK 然後我們Font這裡 選這個 Regular這個 我們點開我們選中我們要的字體 好那我們今天選用這個 Impact 還是I impact 改成 好就這個粗粗的 胖胖的這個 我們就選來到這個Shape這裡 我們Fill Mode這個改成 None 改成沒有 好然後我們Geometry 點開 然後我們到這個Depth這裡 我們把它弄開 好 它這個其實有點像那個曲線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曲線的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Depth拉開 然後這是它的面數 然後呢這裡可以去做縮放 它的縮小放大 縮小放大 好那這個IsTrue呢 就是讓它可以這樣子 擠出一個面出來 前後擠的 那它跟這個不同就不同在 它是圍繞著這個線 然後展出一個圓形的管子 展出一個圓形的管子 好OK 那這個Fill Mode的差別就是 我Back 那它就是會有一個底面有沒有 它會有背面的這個 然後Front它就只有前面 那如果我用這個Boss呢 就是兩面都有 就是一個圓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用這個None 我們先來製作出這個霓虹燈管 這個是燈管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材質球 新增一顆材質球 然後我們Surface選成Emission 好那我們用個橘色 好這個用個5好了 好 接著來到我們這裡 RenderProperty這裡 我們這次用的引擎是EV的 然後Ambition Occlusion Bloom Screen Surface 好這是針對這個Glow的這個效果 這個就是一個開關 對EV來說 好OK 那結束之後呢我們一樣回來 好我們這個讓它小一點好了 因為 如果它太大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撞到 那我們這個改成0.001好了 好 細細的就好 好然後我們Shift D 好 GY 好到這裡 然後我們 把這個None改成 Back 然後我們把它的材質球改一下 我們先關掉 然後再開一顆 好先放著就好 好等一下再來調 好來到這裡之後 好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把這個Depth關掉 然後 把這個Offset 拉開一點 讓它稍微略大於我們這個燈管 稍微略大於 一點點就好 好一點點 然後 我們把這個IsTrue往前 OK讓它稍微包住它 好大概這樣 然後我們GY馬往前挪一點 好差不多這樣子 OK有沒有 這樣它那個深度就出來了 那個影影的深度啊什麼的 那做完這一步之後呢 我們來 點這個 燈管的部分 然後我們一樣Shift D 好 這次我們只要調Offset就好 調小一點 讓它有兩層 這樣看起來 這個燈管的效果會比較明顯 然後我們把這個 5拉到10好了 讓那個光韻更出來一點 好 那做完這一步呢 我們來把這個 整個世界弄成黑色的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明顯一點 點中這個Word Properties Color 然後拉到底 黑色 好OK這樣就有一個黑色了 我們來做一些比較 別種的內容齁 我們來新增一些Cube 好 然後縮小 在中間做好 好然後這樣 我們把它X這樣壓扁 好放大 好上 好看一下喔 稍微扁一點 好OK 然後進入編輯模式 然後選中這些面 我們不要的這四個面 刪掉 我們要讓它是一個L架的感覺齁 好 然後選中 想一下喔 然後選中我們這兩個面 然後E 擠出然後S縮小 好讓它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再選中點 我們讓它稍微回來 它應該要有的位置上 可惡 好OK 然後再把它稍微弄進來一點 放大一點 做完之後我們再來進到這個Modify這裡 我們新增一個Solidify 拉出一點 讓它有厚度 然後這個Even Seekers 把它打勾 記得用之前要先Ctrl-A 然後Rotation Scale 不然你的那個會爆掉 它的厚度會不平均 因為你的每一個縮放它都不太一樣齁 要讓它都回到圓111這樣子 然後再去調 然後打勾這個Even Seekness 它會 它就不會這邊比較瘦 然後這邊比較胖 它就會都一樣寬齁 好 我們就一直Shift D 把它全部擺上去 好我們給這個一個材質球 給後面這個底也給它一個材質球 我們讓它是用金屬的 Meternic 拉高 I love me 是拉低一點 製作一些線 我喜歡用PASS 這兩個你可以選 看你習慣哪一個 我用PASS 放一些細節 好你可以自己照你喜歡的去調整這個線的大小齁 好不好 L可以快速選取 你的線的範圍 就不會選到 不應該選到的線 然後往後一點 GY 放到後面 好 它這個線一樣喔 有點類似這個文字的那個線效果 我們一樣DEPPS把它拉開 稍微細一點 不用那麼粗 好的好的 甄像懶腰 啊 OK 好 然後我們Shift A 我們接著來講一下 怎麼讓圖案也進來 你可以用曲線來畫 好 那我們這次用這個方式 好 我們首先呢先進到這個 thefont.com 這個 然後我們回來 好你一開始進來 手艷應該會在這裡附近了 然後我們就點進來這個Logos這裡 然後我們往下找到這個YouTube 因為我們是拍影片嘛 所以我們就下載這個字體 我已經下載好了 所以我們Shift A Text 然後一樣這個Fonts Social Logos OK那你會看到預設是這些 因為它 那個裡面有寫 就是你ABCD分別代表了什麼圖案 所以你就 對照你要的去按你要的 那個字母就好 好所以像我YouTube我就按W 我們就按W 欸是不是就YouTube 好None 調成None 然後Geometry 這個Depth 拉高一點點 一點點點 好然後Shift D GY 關掉這個改成back 然後Offset大一點 然後一處 然後再往前推一點包起來 好 然後選中這個 我們把它新增另外一個顏色了 橘紅 10 我們就有一個YouTuber 然後一個Subscribe 好我們複製一下這個過來 X-Dread打開你才不會有一些面沒有刪到 大概這樣 這樣Shift D 然後 Offset 縮小 好我們來做它後面那個 音架 都有那個鐵架在後面嘛 好差不多包住它 然後我們 先Ctrl R 差不多 這樣吧 五個 好然後 A 然後右鍵 Subdivine 需要嗎 需要啦 好然後這裡 然後進來這裡用這個Wireframe 讓它變成這個網格 然後再用這個Triangulate Triangulate 這個 這要放在它上面 好 OK 那這樣就有一個銀架了 然後Ctrl A 然後用個Bevel 這樣你就有一個招牌了 這個用 剛剛做好的金屬的 好 明明你也很愛我 沒理由愛我 找結果 只要你並不懦弱 憑什麼我們 要蹉跎 夜長 夢太多 你就不要想起我 然後 叫生日夜 分分分分分分分 好的 然後你 把它弄成你想要的形之後 好 我們就Shift A 然後Curve 然後我們選用這個 PASS好 PASS好用 好 然後我們把這些線全部複製過來 Shift D 然後拉過來這裡 B 拉小 好OK 然後選中全部的線 然後Ctrl按著 然後 把不要的東西關掉 好 然後進入編輯模式 然後我們選中 最後兩根點 你可以按C 然後按右鍵 我們按Extrude 然後按Y 然後把它全部Ctrl J 做成一個 然後我們在這裡 Depth 我們一樣拉開一點 Depth 然後我們把它用一樣的 用不一樣的顏色也可以 它就有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你線好了之後 我們就來進去這個材質球的部分 Shader Editor Shift A L A Y E R Layer weight 加一個Color Ram 然後我們拉好你會發現它顏色變白了 因為 它現在變成是抓這個Color Ram 就是黑漸層到白色 這個顏色 然後我們就Facing 就是它會根據你面對的去做不同的變化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改成橘色 紅色好了 然後把另外一邊 拉起來 然後改成做這個橘 然後把這個拉多 它就有一個 漸層兩個顏色的感覺了 好OK 那圖案的你也學會了 你可以自己去那個網 那個 Defonds.com這裡 去找你要的圖案也好啊 不同的字體也好 然後你就隨便丟到一個位置 然後 就進來這裡的Fonds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字體 那這就是最後出來的效果啦 好 OK 今天非常的疲勞 OK 那如果你喜歡 今天的影片 就幫我 按 那我們 那我們 下次影片見 掰掰